四位县市所长亲自的出席 这一次一共提出16个提案 我们做出共同的决议 恳请交通部公路总局要负取主管机关的权责 让他不能断掉客运公司的行驶 关西镇的牛栏河的上游是属于桃园市龙潭区 因为上游有许多的工厂 那我们跟桃园市达成协议 作为这个区域联防的必要的一些手段跟程序 相信这个共同的决议 能够让未来再遏止这个水污染 可以达到它的一个明显的效果 那未来我们可以跟再扩大到桃园 能跟苗栗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 河川乌兰联防的这个物联网的AI的平台 那我相信这样的方式呢 绝对是我们区域合作治理一个非常典范的案例 我想彼此交流这个经验 会让大家能够往前走得更快 非常受益很多谢谢 所以今天这个治理平台由杨县长来召集 我想非常的棒 客运的问题 我想中央真的要负起责任 这个桃园苗区的所有立法委员 大家也一起向中央发声 让中央旅行它应该旅行的义务 我想这个是造福了很多人的生活 跟让大家都更方便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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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